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左右 這一集,我想很多人都很關注 BBC剛剛報導了新疆公安局的系統 拿獲了一大堆資料,就是迫害維吾爾人的證據 即是用Facial Recognition 技術去辨識維吾爾人 以致這些Facial Recognition 得來的資料 我如何監控維吾爾人去到當他們是猶太人 甚至如果他們想揍一袖駕殺物 已經去到這些這樣說法的時候 而BBC拿到這堆資料之後 就找過美國的專家去認證 也是證實的資料是正確的 公佈了出來,因為BBC做事很穩定 我不知道為何BBC中文網到現在都沒有去報導 周圍是BBC中文網那些中國人 是不是自己拿樓攤,我不知道 我對BBC中文網不是很信任的 我想我對這些國際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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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周圍斯就很大反應 很快就有反應 我想,因為他已經做了Ministerial Statement 你知道英國的大臣 一有Ministerial Statement 就一定有東西跟進的 一定有Policy跟進的 就是你可以預期一件事 不單止我今早說的 那個 叫做Export Control Order 20 and 8 會 會 會 正確的加拿 而且有可能會再升級都不奇怪 會不會 最後就是 中國會跟北韓和Iran 分享 最頂級的最頂級的最頂級的 最頂級的最頂級的 有機會 甚至 就是Russia China 會成為 最頂級的最頂級的 最頂級的最頂級的 最頂級的 這個機會已經很大了 Russia就不用說了 他報查 慘案 所做出來的行為 基本上他已經正確 他跟Iran 和North Korea 是 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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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樣的 China 即是 Hong Kong 和Macao 特別的 會不會 都會這樣 我想 這樣的機會 都很大 因為 這件事 沒有辦法接受 也都不應該接受 OK 你問 為什麼英國 這麼快 又反而 你看到 非常快 幾件事 第一 BBC 看到這堆 之後 一定會被英國 政府看 所以 英國政府應該一早 掌握了這些材料 甚至英國政府 是有份協助 核政的材料 這是第一 所以 英國外交大臣 看到之後 他很快 他分中 他已經一早 BBC 通知了 我什麼時候會 推出這些 材料 等你回應 所以 你看到這麼快 有 是有一個原因 這個 第二 就是 英國 開始 需要 對華政策 更強硬 你看到 已經很硬 對台灣 問題 但是 英國對華政策 的強硬程度 已經去到 反面的地步 其實 你英國 靜靜地 把中國 踢出 中國 踢出英國 核電站的投資 然後 你看到 英國 沒有出聲的情況下 將中國 直接 embargo embargo on the military goods 你從這些 你就看到 英國 已經 跟你打算 是 totally decovered 英國沒有說 你記住 英國人 就是 no talk all action 的一個民族 你想想 就算 準備了 BNO visa 之前 哪個人跟你說 做過這些法律 真是 in the circle in the circle 的人 就知道 what happening 你out of circle 的人 你真是 去到 那個 法律 出現了 即是怎樣 彭代盈出現了 在那個table 即是怎樣 make the minstere statement about the BNO visa 才知道 5 plus 1 是這樣來的 好 就是 而英國這麼快的反應 一來就是台灣 policy 台灣 policy的轉變 但 on the other hand UK的 response 很快 and another reason 就是 香港有幾百萬人 香港 如果你新疆是搞過這樣的話 香港的BNO visa policy 現在來說 就變成 not enough I can say 因為 之前 BNO visa 其實你見到一件事 最近 這個 就是 UK Immigration ID Chat 已經是容許 Ukrain人 can use the system to apply their visa in the UK 即是 基本上 現在UK申請 visa的 procedure 跟香港 BNO是一致 但是 你知道香港 BNO的系統後面 是EU來的 是因為 Ukrain人 已經是變成 candidate of the EU 它才可以用這個系統的 因為很多東西通的 你想想 我們 Duceldov 那個 Ukrain人 那個 concelrate 簡直是掛EU期 即是 你當自己是EU 有什麼mustay的 我說大哥 這麼大支EU期 放在這裡 德國政府 又給的 你知道 其實 你說法國 我說 他要入EU很長時間 你密空遲了會被人 被全EU 你還要賣武器 你這幫Russia 你吃屎 大家都會這樣 即是 你看到 下一步 如果香港 這樣情況 下一步就很可能 就不理會不會 封關 很可能 就要 有一個更 radical的 policy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對著新疆人 也是這樣 對香港人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 為什麼我會奉勸 很多香港人 走的原因 即是你想想 如果你鄧炳強 你壓超 這些 這些死骨 蕭澤 這些 這些人渣 上台 你要猜 會不會全香港 都是CCTV 全部都搞 這些 Facial Recognition 我告訴你 九成會 甚至 強行 要你習家 嘔出電信 研科出來 都還可以 我告訴你 因為電信研科 20%中國元通 反Mirror 是不能夠 人略性 可以過來做文章 我告訴你 20% 中國元通的 是不能夠 interfane 管理的 但如果你之後 如果中國真的要做事的話 就要你 叫Ritchley 扭出電信研科 整間人扭出來 這個 他做不出嗎 這個 國家安全 真正的 電信研科 真正的股權 那個失控 你都未到 未到 真是失控的 地步 對不對 這些人說 20%已經很多 20% 他最多董事局 一個位 Broad of Director 最多 Rice Chairman 你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的 現代公司管制 他只不過是 演訓投資者 當然這件事沒有人會感到舒服 但是下一步 我猜如果真的要做 一些糟糕的事的話 就一定要 就餘下的股權 這個案子出來 這個才是重要 如果這樣而言 英國一定 英國是基於 他那個 在中國那個 即是 至少在香港問題上 那個 情況 我想 是要 一個 鋪戰一個 更大規模的 撤離計劃 因為 如果出現這個情況 英國人一定會想 當然 我覺得 可能會有一個 就是 我等會 我會說 我這個 但是 英國人一定會想 如果這樣的話 香港人不行 一定要大規模撤走 這個是 已經是去到 撤離行動的地步 因為你想一下 你當得 維吾爾人是 猶太人處理 那你當香港人是猶太人處理 都很正常 大家想到 大家 你說 NASI這件事是 predictable的 NASI的行為 你說普京是NASI 普京肯定是NASI 他是 打著anti-NASI 旗號的NASI 然後 你說 習近平是NASI I can say I sure He is NASI 所以你說 那些 五毛還在 針對維吾爾人說話 那些 我就當反人的言論 我就不理 我就一定 BANG 你一明白 為什麼我對五毛這麼憎恨 你 全部都是anti-human 對這班 這班 好了 下一步 大家問一件事 Western world 會怎麼回應 我就看今晚稍後時間 White House 會怎麼回應 White House 或者 美國 就是 這個 Department of State 會怎麼回應 我猜到可能會 會 引起 美國的 國會 Congressmen 的 要求 Furder Sension 或者是 可能真的有些 就再 因為你有新的證據的話 Furder Sension 就變成了 所以 所以 而那些Furder Sension 我覺得 其中一間 為什麼會我這一張 上來 就是這個原因 海康威視 一定是 會當華為 這樣招呼 全世界 用海康威視 那些公司 應該會全部 都要換CCTV 的 因為海康威視 在新疆 這個壁漢上面 是扮演一個很 很 critical rol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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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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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 好,第二 涉及這些海康威脅或 Related 那些技術公司 那些大學 一定動你 當然人就不用說了,好像有一個人已經被制裁了 譚鐵偶 中聯辦的副主任譚鐵偶 中聯辦的副主任譚鐵偶 在University of Related 是讀這個 Computer Recognition 的嘛 這家事跟他無關 譚鐵偶一定有關 這個譚鐵偶 所以譚鐵偶放在中聯辦當副主任 他會對香港人好? 收屁啊 譚鐵偶一定是敢著監控香港人的 這個人從來都不是好人 這個譚鐵偶 我真的覺得譚鐵偶被加重制裁 是應份的 你明白嗎? 這個人在英國讀書結果就讀完 做了一些反人類的事情 這些傢伙 這些傢伙真是希姆萊 希姆萊的級別的人物 或者那些死亡醫生 鴨衰死亡醫生 那些人殺敗他 我告訴你 所以你說西方會之後 對中國在Computer 或者是AI 的技術有更強的管制 是一定會的 你說賣CPU 現在已經有很多CPU不賣給他 我告訴你紙口更加不肯賣給他 分中 我經常覺得如果在中國 這樣玩下去的話 就怎樣 沒事的 以後只賣些10400個給他 算吧 這些人說 10400個 對呀 10400個 Prentium 都不應該給中國 大哥 不用黃先生 你不用說那些這麼盡的事情 是不是 你說到你奧母 那些 盡你奧母 那些地步 那沒有辦法 你中國 你有一些少少 反而進行的技術 你都可以拿來做一些 糟糕的事情 我現在都害怕 譬如中國會不會收集 各類的不同的晶片 然後怎樣 剩下晶片 然後怎樣 拿來集合運算 然後進行一些 反人類的活動 我怎知道 或者譬如AI 我覺得其實這些 中學學生應該說出來 如果在讀AI 那些 應該說出來 不應該繼續被他們 進行研究 因為他們的中國學生 一定會做糟糕的事情 甚至我對Google Facebook裡面 負責AI 那些華裔員工 那些 Royalty 或者他們那個 對人類的 Benefit 的問題 我已經有一個 Big question I have a big question on them 如果 我覺得中國 在這些 什麼Google Facebook 我這間公司的AI技術 吸取的東西 他回到中國 他那裡做什麼 甚至我都懷疑 例如Google 那些公司 有沒有DeepMine 這間公司 DeepMine是Alphabet 其下 Alphabet Incorporate 其下的一間 其中一間公司 Do you involve the this 你有沒有 跟這件事情 有沒有關係 我很大的 Question Mark I have a big really big Question Mark on this 所以我 我想 這件事 即西方社會 不應該再 給中國 參與任何 西方 AI技術 的研發 甚至 有部分人 應該當作 賊版 因為 你這樣 如果 你當他們 人版 就 那些維吾爾人 那些香港人 怎樣 Please tell me 中國的異見人士 怎樣 我 只是給一個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 夠了 這件事 很清楚 好了 最後 怎樣看 BNO 或者對 維吾爾人的 Immigration 我想 如果這件事 去到這個地步 就真的需要一個 維吾爾人的 一個 recept plan 給他們 我想 至少在海外的 維吾爾人 或者是 應該真的要給他們 一個奴隸人 特別土耳其 一個國家 完全信不著 阿爾當 信得過的 阿爾當 由阿爾當 反對 新疆和 新疆 的 申請 成為 NATO 我已經看到 阿爾當 這些人 民粹政客 他是不會 他不會 護住自己 和民同種的人 所以你說 比如你說 歐洲和英國 是不是需要一個 針對 新居維吾爾人的 一個 就是 逃亡計劃 我覺得是 可能要的 可能需要的 當然中國政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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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阿富汗級別的水平 一定不可能 像歐克里人 那樣 用 BNO visa 那樣做法 因為 用BNO visa 的做法 後面有一個背景 就是 歐克里人 成為 這個 有一個 EU 問卷的時候 其實他會跟EU 有一個 警務合作 就是很多 因為他 近來處理 那些難民資料的時候 他已經 Ukrainan government 跟EU 跟 UK 有很多 Data Exchange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 UK是 可以接觸到 Ukrainan government的 Data Base 背景 背景是這樣的 他可以 接觸到Ukrainan Data Base 他可以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批評 還有 你戰爭亞民 也沒有 你戰爭亞民 是不是也要收 但是你怎麼回去 是不是 回去 吃俄國炮打 但是我想 如果生根 維吾爾的情況 會接近 阿富汗的做法 我相信 都是 因為 之前你說 收 Case by case 都收 但是如果你要這樣大規模 監控到這個 刑法子的地步 我實說 就很難 你大規模收容 維吾爾人 就變成一個 有必要的事情 也沒有辦法 因為中國已經 當他們是 我覺得 是很恐怖的 這件事 非常可憐 嗯 你說 跟著 有一個BNO Visa 或者Live Ball for Hongman BNO 我想 之前BNO Visa 我也覺得是 足夠的 因為它有少少審查機制 亦都 怎樣等人 給錢 NHS 亦都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 立即平權 會即時封關 如果即時封關 這個考 這個考 令到 BNO Visa 就變成一個 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 我可以說遊戲 我用這個字 是遊戲理論 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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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今 這個問題 但是 如果你說 原來發現 新疆是玩了這麼瘋的東西 大家知道 李家車一定會玩 李家車經常說 要學新疆 香港 那麼 李家車一定會 是 製造 香港 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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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這樣說 你就不得不考慮 我想是兩個問題 第一 現在 維持BNO 的人 一定要 如何 提供他們 進八次 可能是 要重開 OTR 甚至是直接平權 這些事情 要考慮 要考慮 這些事情 之前 不會考慮 中國 不會這麼瘋 問題就是 集合明 神經病 真的 完全瘋了 你不搞 這些人 都會 問問 你說 你被NP問 你都 混蛋 這是 第一 第二 你說 比如 BNO BNO 的後代 BNO 現在未成年 的後代 他們不可以 independently 申請BNO visa 但是有些 有些家長 未必會離開 或者是 你說 一些BNO 後代 比如說 1907之前未成年 但是家長 沒有幫他申請 BNO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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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還有些時間 去處 現在 這個問題 必須要解決 我只是 1907之前未成年 那些 你不要互 有些人 說 97年前 我父母都很BNO 不過我又要拿一份 那些 你不好意思 那些 那些 我認為是另外處理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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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怕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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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guides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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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進取的方案去處理BNO的問題 其實也很好吃,大家不要再說十五十六,走不走 你再想十五十六,你就會變成新疆人 你會變成維吾爾人的,我告訴你 林鄭月娥未必做得出的事情,鄧炳強和李家超 兩條混蛋會做得出的 我一定要警告在先這個,沒得談的,這個瘋狂的習近平 今晚第一節講到現在的,第二節就是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大概是第三節,今天是三節 現在的事情就會湧出來的家族新聞 我老實說很難做,所以我現在都要用紙卡來提醒自己 會做成年 我其實有開始有抹這些,他做歐亞的日後紀錄 現在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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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人